盤中迎前 時間密碼 而且趨勢是需要驗證的 而且好的節目 需要各位的肯定跟驗證 我希望所有朋友喔 這邊有QR Code 趕快來把QR Code趕快掃起來喔 親愛的朋友 在今天這種場面 在今天這種情況之下 大盤可以說是開高之後 一路往下滑 不管你去做哪一檔股票 幾乎都是在往下滑 特別是電子股 我要跟各位講說各位注意 黃靜哲盤中迎前時間密碼 真的是各位最好的方向 真的是各位最明確的一個答案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了 今天所有上漲的股票 假如你是看我們盤中迎前時間密碼的 假如你是看到我在這個盤中的時候 微微道來跟各位來敘述 或者你看到我們的抗訊 或是你用我們的QR Code 去掃到我們的LINE 還要最簡單的是 或是你看到很多電視台訪問我的時候 這些連線 我跟各位口頭報告的情況 哪一檔股票跟黃靜哲沒有關係 你說老師 為什麼我現在講一個更白的事情 為什麼你在敘述的過程當中 那麼觀眾朋友或是這個股票 都會有機會慢慢的往上漲 我跟各位講一件事情 這就是盤中迎前時間密碼的力量 我知道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 講的時候這個股票 第一個 它會有推動的情況 因為我們必須要這麼說 假如這個大盤是這樣子滑下來的時候 那結果呢 我說我早上的時候跟你講 望虹我看起來很不錯 這叫贏錢嗎 這叫輸錢 因為它開高走低了 對吧 很多人跟你講電子股不錯 趕快去看洪海 開高走低了 不對吧 所以 是不是有知道什麼樣的情況 才能夠知道呢 所以我說密碼密碼 這兩個字非常重要 因為你必須要了解 買賣雙方不同的心態 這不是我完全發明的 我只能告訴你說 我把所有我的前輩 業內全部把它整合起來 而發生這個非常重要的 有趣的狀況 不要忘記 最簡單一件事情 如果你看到一個好消息 你會在9點開盤等著要買 你不可能等到收盤之前 1點半來買 是不是這個心情就不太一樣了 而且一開盤的時候 請你注意 來 我們昨天跟你講說 哪一檔股票很強 他 沒錯吧 你要先觀察說他有沒有續牆 然後決定是你要隔日衝還是要續爆 對不對 你要先觀察黃金 黃金今天全部人都在講了 美國股市黃金連三紅 突破1368的頸線位置 誰最早跟你講黃金開始漲 OK 這代表什麼 代表昨天跟各位所講的趨勢 現在還在延續 代表什麼 來 各位來看一下 5月31號跟各位所講的反彈的趨勢 現在還在延續 代表什麼 代表反彈還在延續 代表你還有機會 代表今天我還可以告訴你 你各位來看一下 來 是不是 我跟你講的時間 我跟你講的地點 來 各位看到沒有 從這裡開始動 老師為什麼是他呢 我先講一件事情 為什麼不是他呢 均線糾結了 而且所謂的這個 細胞療法 不就是要治療我們大家的嗎 這個細胞療法 包含3172G 包含2390的雲城等等這些公司 基本上來講的話 他和所謂美中貿易大戰之間 沒有關聯吧 沒有關聯的話 當然他就是很重要的情況 老師為什麼是3708的上尾頭控 為什麼是9958的四季鋼 他和美中貿易大戰有關聯嗎 沒有關聯 他發生在什麼地方 發生在台灣本島 所以我說這行情裡面 是不是從5月份到現在為止 我們再回頭來看一下 5月份我跟你說不得了 美中貿易真的大戰了 真的大戰這兩個字 真的兩個字很重要 因為以前大家都以為是打假的 所以才會再談上來 現在是真的站起來了 我相信這個不用我再解釋了 而真的站起來之後 請你注意應該怎麼樣 台商真的是腳馬也都要回來 所以股價漲上去之後 他不會回來的 他只是在這邊整理 整理完之後 隨時隨地再重新上工 股價漲上去之後 來現在央北育龍城 央北育龍城這兩家公司 可以說是最近漲幅也是很大 股價漲上去之後 他是不會回來的 所以第一波要漲什麼 第一波一定是漲這些 什麼日勝生 遠雄港 對不對 遠雄港今天還在創新高 遠雄港 太風 農林 國產 反正只要是有房地產的 農林 看到沒有 太風 我做了一個月都在做這個 你說老師 我就不想賣這種高票 你有 你要是說這句話 我只要說你見頭 有錢有什麼不想賺 有錢為什麼不要賺 難不成你希望自己的錢 放在這邊嗎 讓他賠錢嗎 人家要酸中痛 我告訴你一件事 酸中痛有兩種能酸中痛 一種是 反正就是要服務大家酸中痛 一種是 我不酸中痛 我可能也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 我只能暗示到這裡 我已經跟你講得很清楚了 中美貿易大戰受害最大的是鴻海 對吧 我在中國大陸做的東西賣去美國 做蘋果 對不對 磕25%的關係就磕到他了 他也不過才7% 8%的毛利 你給他課25%關稅 他要倒你才不知道 我們整個講得很白 你就是說吃飽贏大家想要選總統 我就這麼告訴你 你要好好去想清楚一下下 所以國安市場裡面有很多事情 你必須要想到第二層面 第三層面 你才知道說 後面到底要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來這一波行情裡面 我跟各位講說請你注意 盤中銀錢時間密碼 也好啦 你可以直接打電話來 或者說你直接掃我們的QR Code 好好的來試一下 試一下 讓你試看看 今天讓你體驗看看好不好 大盤拉回 唉唷 拉回 我說這個大盤不用怕拉回 因為尾盤可能會拉上去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就算拉回的話也不用擔心 明天我認為還有高點 因為美國非常棒 我們台灣是比美國先反彈 為什麼要先反彈 因為我們台幣在升值 好複雜喔 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 這麼複雜的事情 你交給鏡蛇就好了 這麼複雜的事情 你交給我們團隊就好了 我會在這些時間 用買賣雙方不同心態 想辦法幫你賺真正的一個價差 讓你真正能夠掌握 而且我們找的股票 來 各位 我認為接下來 你如果還要繼續努力的話 加龍不錯 老師什麼時候進去 沒關係 我們盤中銀錢時間密碼 1785光陽科 稍微遜一點 因為他股票比較牛皮 不錯 但是什麼時候進去 沒關係 你盤中銀錢時間密碼 跟我下來 同樣的各位看到沒有 1784的訓練 這當然好 我在這邊可能要稍微默阿一下下 阿彌陀佛 昨天我覺得 至少帶給我們大家歡笑的賀一航先生 您主持人 那麼大腸癌過世了 他現在在天上做神明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當時他說不要化療 因為化療有的時候 到目前為止 還是很大爭議的一個部分 因為他是傷癌又傷疾 只有免疫治療法是可以真正 雙方面至少他不傷你的身體 所以為什麼免疫治療法那麼貴 只有一劑三十萬 當然其來有志 所以為什麼我們台灣 終於進步到這一步了 為什麼很多藝人 跑到大陸去罵台灣 結果回來 還是要趕快享受台灣的健保 這就是事實 台灣真的有些地方 真的是非常好的 我們現在也正在走在進步的階段 尤其是這段時間裡面 美中貿易大戰 FED直接點名台灣是受益的地方 這麼多錢會回來 難道你沒看到嗎 2880 金融股竟然創新高 歡迎你想盡辦法 跟上盤中銀錢時間密碼 QR Code的掃描之後 還有一檔非常棒的5加2產業 內需概念股趕快撥通 這就是你最好明天 盤中銀錢最好的機會了 本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